对于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 失事直升机18位遇难者遗体的运送工作 目前正在紧张准备中 由于运送途中有数处悬崖 运送突击队正在开辟迂回通道 据四川省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 成都军区抗震救灾部队失事的 米171运输直升机的黑匣子 6月11号下午找到 为下一步分析失事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 截至11号20点30分 包括5名机组人员在内的 18名遇难者遗体已经全部确认 在失事现场 由阿坝州组织的法医和卫生防疫人员 对遇难者遗体进行了非常规范的处理 包括拍照、DNA取样、防疫、装带 同时还对遇难者遗体举行了默哀致敬仪式 据了解失事地点虽然距离应秀镇直线仅7.5公里 但山路呈巨齿形 而且竹林密集视野不开阔 队伍行进时常只能凭借竹林的晃动 感知队友的方位 一些峡谷单人行进都很困难 参与搜寻运送的队伍来自部队、省军区、民兵、阿坝州政府干部和当地群众 遗体将先被转送至附近某高地 为尽快把遇难者遗体运到山下 11号下午 成都军区派出100多名工兵携带各种工具 奔赴失事地点、开辟道路、扫清障碍 12号 搜救指挥部再次派出300多名保障人员上山实施物资补给 虽然目前参与运送遗体的官兵已增至1300多人 接力运送营地从3个增至5个 但仍然不排除修建临时停机坪采取直升机运送的可能 遗体运送已于12号上午展开 因运送路途有数处悬崖高达100多米 运送突击队正在开辟迂回通道 新华人消息 记者今天从四川里县公安局获悉 经过里县公安局核实 确认米171直升机失事事件遇难者中 有三名里县公安局民警 遇难的民警分别是 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26岁的副所长赵祥 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特勤中队30岁的中队长陈建 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26岁的协警员唐超 目前四川省公安机关正着手相关的善后工作 来自今天下午国新办发布会的消息 截至12号12点 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151人遇难 37,4141人受伤 失踪17,469人 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 总计448.51亿元 实际到账款物429.21亿元 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 合计139.66亿元 共向灾区调运帐篷110.9万顶 截至到11号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已安装92,500套 512四川大地震使青川县瑶渡镇中学院学校成了废墟一片 1000多名学生因此失学 11号1445名重灾区的学生陆续被转运到了广东浙江北京的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512特大地震发生之后 得知很多学生因此失学 北京的一所小学的负责人就来到灾区查看灾情 了解这里学生的情况 震后我觉得最需要帮助的是这些孩子 尤其是像这个比较严重的灾区 校舍都不大了 孩子在短时间里不能上学 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正规地去进行教学 10号青川中学第一批到外省异地借读的高中生 前往宁夏回祖自治区六盘山中学就读 截止到目前青川县已经有1445名学生 陆续吩咐广东浙江宁夏北京等地异地就读 新的生活将重新开始 孩子们将在新的环境下快乐成长 逐步淡忘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 12号南京鼓楼医院 接收四川地震灾区伤员的爱心病房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就是200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巴黎马歇尔教授 巴黎教授目睹了医护人员对灾区病原的精心治疗后 对中国政府应对灾害的表现表现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南京鼓楼医院这次共接纳了45名从四川地震灾区转来的伤员 这些伤员大都是骨折和肢体损伤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 已有5名伤员完全康复即将出院 来自地震重灾区的马青云老人今年已经是95岁了 左臂骨折 在马老汉的城前马歇尔送上冷物表示疑问 今年只有15岁的王敏骨盆和手臂两次 在做了骨盆外固定手术以后 小家伙病床远病 一个月后就变成病了 我认为他们肯定是在中国的最新的治疗 这些疗疗会被治疗 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青产病人都很害怕 什么是在我的未来 我仍然能够成功 但我认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他们 说这些日子大家都正想要帮助你 我们很肯定 你会持续健康的生命 中国国家林业局12号在北京公布 汶川特大地震中 有49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不同程度受损 80万亩大熊猫栖息地被彻底毁坏 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特大地震灾害引起的山体滑坡和森林大面积损毁 对大熊猫野生种群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区大熊猫栖息地面积 190万公顷占全国的83% 野外大熊猫数量1400只占全国的88% 沃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人工圈养的63只大熊猫已经有一只死亡 还有一只失踪 另外四川甘肃陕西其他灾区的大熊猫栖息地 破坏面积比例在8%到30% 国家林业局表示 下一步要对大熊猫栖息地的竹子进行严密监控 并将根据对地震灾情和地质状况的评估结果 来确定沃龙大熊猫中心的合理布局和灾后重建 中国人工圈养大熊猫目前主要集中饲养在 沃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陕西珍西宾威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 和北京动物园四个地方 其中沃龙圈养大熊猫的数量是最多的 关于在这四个大熊猫繁育单位以外 是否再建新的大熊猫基地 国家林业局表示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此外生活在沃龙的两只增台大熊猫 团团和圆圆在地震发生之后 迅速逃离了被毁的建设 之后由工作人员找回 目前基本达到了健康水平 食欲也很正常 近段时间中国南方大范围的暴雨天气 是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不同程度受灾 而从11号夜间开始 第三轮的强降雨天气又袭击了中国长江 中下游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11号夜间开始 贵州 湖南 江西 广西等地 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强降雨天气 湖南气象台12号早上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降雨使湘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 到11号晚上8点 长沙段水位已经达到了32.10米 预计12号晚上11点达到33.20米 为入训以来最高洪水 目前当地防训部门已经把抢险物料 提前运到重点险攻险断 并架设好照明线路 持续强降雨使江西省43个县的205万人受灾 江西 饶河还因暴雨天气发生了10年来的最大洪水 江西省17万人紧急投入到抗洪抢险工作 将5万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据气象部门预测 未来三天 江西仍将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目前江西已全面进入高度警戒的防训应急状态 浙江湖北等地水利部门安排专人 对病险水库逐处检查 上库上罢24小时昼夜巡查和防守 交通部门加强了对各种轮渡码头的管理 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把天气信息通知核道传之 据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一周内长江流域还将有两次较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 国家防总11号决定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提升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首先来关注蓄水量逐步减小的唐家山艳色湖 唐家山艳色湖强险指挥部决定 从11号下午4点起解除唐家山艳色湖黄色警报 在经过持续的宣泄和释放后 唐家山艳色湖蓄水量已经大幅降低 通过泄流槽浩浩荡荡大将奔流的壮观不在 艳色湖水宛如一条小河沿着沟槽底部顺流而下 我现在是在泄流槽的入水 中国国家林业局12号在北京宣布 汶川特大地震中有49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不同程度受损 80万亩大熊猫栖息地被彻底毁坏 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特大地震灾害引起的山体滑坡和森林大面积损毁 对大熊猫野生种群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区大熊猫栖息地面积190万公顷 占全国的83% 野外大熊猫数量1400只占全国的88% 沃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人工圈养的63只大熊猫已经有一只死亡 还有一只失踪 另外四川甘肃陕西其他灾区的大熊猫栖息地 破坏面积比例在8%到30% 国家林业局表示 下一步要对大熊猫栖息地的竹子进行严密监控 并将根据对地震灾情和地质状况的评估结果 来确定沃龙大熊猫中心的合理布局和灾后重建 中国人工圈养大熊猫目前主要集中饲养在 沃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陕西珍西宾威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 和北京动物园四个地方 其中沃龙圈养大熊猫的数量是最多的 关于在这四个大熊猫繁育单位以外 是否再建新的大熊猫基地 国家林业局表示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此外生活在沃龙的两只增台大熊猫 团团和圆圆 在地震发生之后迅速逃离了被毁的建设 之后由工作人员找回 目前基本达到了健康水平 食欲也很正常 新华的消息 日本国会众议院在12号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 通过了对福田内阁的信任案 加拿大总理哈珀11号在议会众议院向历史上 旨在同化土著居民的寄宿学校的受害者表示正式道歉 哈珀在众议院发表声明说 土著人寄宿学校学生的遭遇是加拿大历史上悲伤的一夜 当时联邦政府试图将土著儿童与其父母和文化隔离开来 强制对他们进行同化的政策是错误的 这对土著居民造成了重大伤害 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真诚道歉 反对党自由党主席 迪翁以及魁北克集团和新民主党领袖 在随后的讲话中均表示支持政府的这一行动 迪翁还代表自由党对他们在执政时 对寄宿学校一事所负责任表示道歉 第一民族议会领袖菲尔方丹等十余名土著领袖 和仍然健在的寄宿学校学生代表在众议院出席了道歉一事 当天众议院还通过特别动议 首次允许方丹等在议会发表讲话 在1870年到1970年间 大约有15万5岁至16岁的土著儿童被迫离开父母 去远离土著保留地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 寄宿学校当时由教会开办 由政府资助 在寄宿学校 土著儿童不仅不能讲本民族语言 还有很多人身心受虐 甚至遭到性侵害 1998年时任总理克雷蒂安 曾经就此事发表和解声明 但是没有得到广大土著居民的接受 他们一直要求政府进行真诚的正式道歉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再会 爱业人今天宣布 神州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航天员飞行乘组确定 担任神州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 航天员飞行乘组已经确定 三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 三名航天员担任候补 任务实施期间将由飞行乘组中 两名航天员进入飞行船轨道舱 着舱外航天服完成出舱活动准备 其中一名航天员出舱进行太空行走 并完成有关空间科学实验操作 按照飞行训练计划 航天员已经完成出舱活动 理论训练和专业技术训练 重点开展了舱外航天服 与飞船气闸舱设备操作 水槽模拟失重训练 出舱程序模拟器训练 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等项目 并进行了有关任务联合演练 下一阶段将重点对飞行程组 三名航天员和三名候补航天员 进行出舱活动强化训练 进一步提高出舱活动操作技能 熟悉出舱程序等 神舟7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将于今年10月择机实施 目前神舟7号飞船 已经完成研制生产 并进行了与航天员出舱活动 有关的地面测试和接口匹配 其他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 CPI同比上涨7.7% 比4月份下降0.4% 这也是今年以来CPI月环比 首次出现下降 总体上看 5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了19.9% 非食品价格上涨了1.7% 消费品价格上涨了9.8% 服务项目价格上涨了1.3% 虽然食品价格上涨仍然在高位 但是增速已经从上个月的超过20% 下降了1.3% 其中鲜菜价格下降了15.7% 分类来看 五涨三落的格局仍然在继续 除了食品类价格上涨了19.9% 烟酒及用品类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 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 居住类同比分别上涨了2.8% 2.8% 3.3%和7.1% 而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价格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 则同比分别下降了1.5% 1.6%和1.2% 另外1-5月份累计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了8.1% 其中城市上涨了7.7% 农村上涨了8.8% 来自四川省军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表示 6月14号欧盟高级代表索拉纳将与中国俄罗斯 以及英法德等国的外交部政治总司长 向伊朗递交六国复谈方案和六国外长至伊朗外长的信函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洁一将参加递交仪式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11号在布鲁塞尔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 杨洁篪在会谈时指出中国和欧盟应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潮流 从战略高度审视双边关系 从双方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出发制定相关政策 将中欧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中方愿加强同欧方在双边各领域的合作 加强在全球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磋商 共同应对挑战 妥善处理分歧 造福双方人民 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巴罗佐说 欧盟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期待同中国开展建设性合作 不断提高双方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同一天 杨洁篪还会见了欧盟理事会秘书长 兼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娜 杨洁篪表示 希望双方加强合作 是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第七次亚欧首脑会议 以及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 索拉娜表示 欧盟将同中方积极展开合作 他强调 北京奥运会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据巴基斯坦媒体十一号报道 阿富汗和北约联军十号晚对巴境内 靠近阿富汗边界的部落地区发动空袭 造成包括十一名巴基斯坦士兵在内的二十多人死亡 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军方十一号发表声明 对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联军越境空袭表示强谴责 然而 美国五角大楼当天则辩称 美方空袭行动属于合法的自卫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 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紧急召见 美国驻巴大使安帕特森 就美国领导的驻阿联军实施空袭议事 表示强烈谴责 巴基斯坦军方当天也发表严正声明 称此举为纯属无端和懦夫的行为 损害了巴基斯坦士兵 为支持反恐战争所提供的合作和奉献的根基 巴基斯坦政府总理吉拉尼 也对空袭行动造成 把安全人员伤亡予以谴责